团餐工廠的地板 摆放好幾個大餐盒 再往裡頭走 經見兩隻大老鼠亂竄 由於餐盒上頭 寫著嘲笑 民眾看見把畫面PO上網 擔心這樣的团餐 萬一給小學生吃了 品質堪憂 那我們就是在做外籍工的餐點 對 然後還有一些 民善的便當啊 餐廳等等 但是就是沒有營養午餐 我們已經開始在整修了 大概快半年了 業者博士有供餐給學校 表示照片中出現的小學餐盒 是協助清洗而已 並沒有供餐給任何學校 而且工廠已經整修半年了 各式的鍋爐廚具 也很久沒使用 這個工廠並沒有供餐給學校 衛生局16號晚間 匯報後二度前往稽查 確認這個業者承攬公司的餐點 而且在店門口零售便當 作業現場發現菜渣排水溝 沒有隔渣發現老鼠的蹤跡 以及冷藏溫度不足 此外還發現過期的麵粉絆包 以及冬瓜磚 太渣啦或是說環境不足的地方 那這部分的話我們當回來以後 整理資料之後 我們會統整完整的去評估 那最嚴重的話當然是要撤照 衛生局長廖仲華 依據實安法規定 衛生局先對業者開罰六萬元 並且規定業者暫停作業 限期改善 假如未經覆查通過 不得營業 近新聞撞臨李懿欽采訪報導 立刻下載近新聞APP 一手掌握新聞時事 盡善盡美 盡好新聞 臺欽采訪報導